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在今天的凌晨時份 警察就去了中西區區議會主席鄭麗瓊的家裡搜查 跟著把他拉回警局調查 鄭麗瓊的黨友 民主黨的立法會議員許智峰 馬上去到警署了解情況 引述律師消息所說 警察現在指控鄭麗瓊涉嫌煽動意圖罪 這條罪名其實已經是殖民地時期遺留下來的惡法 警察現在很喜歡 在香港的法例當中 翻雙倒籠 不停搜尋一些史前惡法出來對付異己 到底鄭麗瓊乾犯何事 原來他只不過在Facebook轉發了一條貼文 而這條貼文當中 包含了一些所謂警察的資料 有些什麼資料呢 警員的名字 編號 以及他的威水事 這條貼文就不是鄭麗瓊所寫的 只不過遭到大公報的清雷 在報道當中登了出來 這篇報道的標題就寫著 鄭麗瓊為臨時禁令 用不需要坐牢 這篇報道就出了 大公報那裏 跟手就到葛珮帆博士大議員 就在他自己的Facebook專頁那裏 就登了大公報的這篇報道出來 跟著就說要投訴 鄭麗瓊女士 違反禁制令 葛博士大議員是這樣寫的 本人已經向私隱專員公署 投訴中西區區議員鄭麗瓊女士 在2020年3月24日 在他的個人Facebook 公開貼出一則有關披露警務人員身份的貼文和照片 內容違反高等法院之前頒布的禁制令 由葛珮帆大議員來處名 很明顯是由葛珮帆博士大議員來篤灰 你將這件事件幫忙 包大他 幫忙 要全世界的人都聚焦在這件事上 你現在就成功篤灰 警察在今天凌晨就已經登門拘捕了鄭麗瓊 你得嘗素願 葛珮帆大博士 他的黨友 許智峰到底怎樣評價 他就說 對警察的拘捕行動是表示憤怒 質疑警察公布私仇和濫捕 並且針對鄭麗瓊 他的區議會主席的身份 以及他的政治立場 做法極不尊重民意 現在很明顯就是要槍打出頭鳥 因為鄭麗瓊就是他們的眼中釘 要除之而後快 在今年一月的時候 鄭麗瓊就以區議會主席的身份主持會議 他當時就討論到關於警察的問題 鄧炳強大署長也有份出席會議 我相信大家都記憶猶新 當時鄭麗瓊 就以非常強硬的姿態主持會議 公眾直思上 凡有撐警人士在叫囂 圈蛙 就扔他扯 凡有便衣探員 誰沒有佩戴偉任證 在一個當眼的地方 都要扔他扯 他就說要一時同仁 就不能被你這樣一一樣樣樣 因為你是警務人員 對不對 更何況的就是 他在主持會議當中 就以鄧炳強英文的簡稱 PK等來稱呼鄧炳強 一定就戳住道氣 是不是 被人叫PK 叫那麼多次 而且這是正式的會議場合 PK前PK後都會入了在會議記錄當中 鄧炳強大署長當然就不like 在鄧炳強被拘捕前一天 警察去信鄧炳強和另外兩位中西區區議員 斥責他們 到底是甚麼事 根據收到信的甘乃威議員所說 說鄧炳強在19號會議之上 拒絕被警方的代表發言 並向在場的警方代表說了你收聲 警察對此表示極度遺憾 並且要求 將警察給議員的這封信件 放入會議記錄 真是愚蠢 怎可以這樣 你不滿意他就即場提出 事後你去投訴別人的信 又放入區議會的會議記錄 哪有這種規矩 這班人是否懂規矩 人家叫你收聲 肯定你就違反了會議常規 真是多鬼 警察在那封信件裡提到 說區議會應該給予議員和部門代表 都有均等的機會 聲明各自的立場和表達意見 以致市民不至於偏聽 更何況 兩位議員就是甘乃威和葉錦龍 他們的言論多有偏頗扭曲 尤其是甘乃威議員以不實的信息混淆公眾 意圖削弱市民對警隊的信心 首先區議會會議有多少人看都成問題 而且市民對於警察的信心 就不用由這些民意的代表 不用由這些區議員的口中說幾說 才是削弱得到的 看到你們所作所為 平日乾犯的惡行暴行 就已經是對你沒有信心 那些區議員只不過是反映民意 反映實情 多鬼魚 現在你就糟蹋他們 OK 在晚上的時候 凌晨的時候 拘捕主席 鄭麗琪 你現在拉他 就以這個所謂的 煽動意圖罪來拉他 這些根本上就是 殖民地遺留下來的史前條例 根據民主黨的立法會議員 陶謹申所說 警察引用的這條法例 就是 殖民地 遺留下來的惡法 今時今日 警方濫用這些殖民地的惡法 濫用禁制言論自由的惡法 行為是可恥 另外根據公民黨的主席 資深大律師 梁家傑所說 香港現時 就是一條香港人權條例 就將國際人權公約條文引入成為香港的法例 變成本地法律的一部份 現在在眾多實施普通法和採納國際人權公約的地方當中 煽動罪就已經不存在了 因為煽動罪會 產生寒蟬效應 嚴重影響發表言論的自由 他認為警察今次以這些殖民地遺留下來的惡法拘捕的鄭麗瓊 肯定就是政治迫害 印證香港是一個警察城市 欲家之罪 何患無辭 若然鄭麗瓊被成功入罪 轉貼有關貼文的網民一樣有機會被提控 這當然會引起一個非常大的牽連 大佬那個貼文 貼出來的人已經是一個人 然後轉貼的又何止鄭麗瓊議員 到鄭麗瓊也看得到這篇貼文的時候 那篇本身已經被轉貼了幾百次 現在警察就先拘捕鄭麗瓊 把他炮製一大輪 若然炮製成功的話 另外那幾百個有分轉貼的人就是窩可 我們早就已經說了你警察就要自製成為一個特權階級 你警察的個人資料就是個人資料 其他人的個人資料就不是個人資料 是一文不值的 是垃圾 當日在這個大埔超級城的商場裏頭 你是不是有其中一隻警察 對著一個直播鏡頭面前 展示一名立場新聞記者的身份證的正面 結果他正面的身份證號碼、出身、日期、姓名 全部資料就已經向全球廣播了 大把人看了 那你這些不去拘捕他? 你不用煽動意圖罪來拘捕這個警察? 你用這個惡法來拘捕鄭麗瓊主席 那你應該要一視同仁之係 經常口口聲聲就說自己是法治的捍衛者 經常自己就說要捍衛法治 就先捍衛法治 是不是 你又不拘捕他 然後私隱專員更好笑 就說以他現時的法例的權限下 根本上就沒有辦法處理到這個案件 那那個警察就可以逍遙法外 那個警察就可以大無私樣地繼續展示身份證 因為原來現行法例又管不了他 你要執法的話就要靠警察 難道警務處又會拘捕那個警察? 你不會的 你警察是不是特權階級? 最後就說一下本地其他的情況 這個行政會議成員林政才就說 政府正在密羅緊鼓準備出招 說在最極端的情況下 香港就不排除會宣佈封城 麻煩你要宣佈封城就趁早 還要等到最極端的情況下 最極端的情況下意味著 醫療系統已經塌了 你封城的措施 是要預早來做的 最好馬上就停擺兩三個禮拜 你預早告訴市民 比如說下星期一開始停擺三個禮拜 那就最好的事 全球很多先進的經濟體 都已經在做相關的事 你香港就不去做 天天那些個案就升幾十宗 幾十宗 你到底什麼時候才完呢 你一旦可以停擺了的時候 等到需要發作的人就發作了出來的時候 你一解封的時候 大家會安心很多 你現在就不做這件事 你就等到最極端的情況下才做 到期時都已經沒用了 每個人都在家裡 隨時醫院都爆滿了 那你還瘋來把鬼嗎 應該要合早來做 你要當機立斷 你聽聽何柏良總監說 他就說要在這個星期六開始 周末開始 就要實施一些戒嚴級別的措施 你在行會那裡反映一下 林靜財醫生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